大家應該都知道,像善弓本能御這種有特性的本能御只能裝在有善弓的角色身上 呃...如果你不知道的話至少你現在知道啦 而本能御跟本能其實最大的差別 就是三階時從本能取得的能力,一二階其實都是無法使用的 但是本能御是可以的 但是這樣一來我就很好奇了 如果今天善弓本能御裝在沒有善於攻擊能力的角色身上 會不會還是有效果呢? 由於之前煎餅已經有研究過本能御 所以我們就直接拿他的影片片段來作為依據 但是拿別人的影片就像拿他人的研究論文一樣 自己還是要重做一次實驗來驗證 當然,今天的主角就是我們的消防車 目前等級為58等 裝配的本能御為S級對異星善弓本能御而且全本能解放 正常情況下的血量為119040 攻擊力為44604 對上異星和天使的時候… 本能御只對異星有效果啊,我昨天在幹嘛 對上異星敵人時的血量為330667 攻擊力為93668 這是根據煎餅在影片內對S級本能御給出的倍率下去算的 而我這次測試的對象是未來二月球的瓦爾金一貓 因為他的血量跟消防車6下傷害比起來只差了6500左右 誤差可以說是非常的小 而他也確實在消防車的6發火球下死去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煎餅的數據是沒有問題的 煎餅給出的數據沒問題的狀況下 就該來測試沒有善功能力的一階到底會成為什麼樣的情況了 一階的咔嚓咔嚓山崽子 血量為18600 攻擊力為2170 目前的等級為58等 裝備的本能御一樣為S級對異星善功的本能御 因為消防車有機率降攻敵人 所以用血量比較難測試 這邊直接以攻擊力來作為測試標準 實驗前先提出幾個假設 一、完全沒有變化 就跟原本的傷害一樣 二、跟三階一樣 對異星敵人擁有210%的傷害 因為煎餅在介紹本能御的時候 有提到這些裝有特性本能御的角色 受到古代詛咒時 善功的傷害會只剩下130% 沒有善功的角色 跟這個情況有點類似 所以第三個選項為 對異星傷害130% 或者上面三個都是錯的 而是其他答案 看到這邊的可以先在底下留言再繼續看 看看你猜的對不對 第一個測試對象為未來易俄羅斯的荷馬星人 血量為7000 如果按照先前給出的選項 第一個選項需要4下才能打死荷馬星人 而第二個選項只需要2下 第三個選項需要3下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荷馬星人只吃了兩發火焰就死去了 而剛剛選項中符合這個實驗結果的是第二個選項 但是我們不能只拿單一測值作為標準 血量要夠多才能減少的誤差值 而且我們就算知道他會兩下死亡 也無法確保他就是第二個選項的倍率 並利傷害3500以上的話 都可以做到兩下讓荷馬星人死亡 所以還要更多的測試 接下來輪到未來依泰國的易新鵝 血量為17777 這次我們除了看到飛鵝是在吃了7下火焰後死去以外 他前面的荷馬也是吃到了第三下火焰才死 先不論剛剛是否實驗做錯 我決定先把荷馬的測試結果作廢 而剛剛易新鵝的結果是符合第三個選項的 雖然到目前看來還沒辦法很確定是哪個倍率 但是至少可以確定本能域他不是零作用的 從剛剛的結果來看 我目前比較傾向於第三個選項 因此我決定用傷害更高的二階 來試試看是否能一發打死易新聯軍 二階消防車的血量為99200 攻擊力為37170 而易新聯軍的血量為44444 消防車的傷害為37170 乘上130%的話是48231 可以一發把點心人打死 等下真的假的怎麼沒死 最後一個測試 未來二土耳其的異星海報 沒錯我們要打Alien Seal Sowei 他的血量以消防車的傷害 哪怕只是101%都能夠打死 所以如果沒打死就足以證明本能域在一二階是沒有效果的 直接打兩前幾分鐘的我 好的 結論就是 善光本能域在沒有善光的角色身上就是零作用 至於一階那兩次測試為什麼可以測成別的選項的答案 眼尖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看我到底是哪裡搞錯了 覺得我影片不錯的話麻煩按個喜歡和訂閱 覺得很爛的話就按個不喜歡並在留言區發洩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